庞统来拜见刘备 刘备却因为庞统长得比较丑 心中稍有不悦和孙权一样 刘备也是个看重仪表的领导 然后刘备远远地把庞统发配到磊阳县担任县令 可是庞统来到磊阳县的一百来天里 整天喝酒不办公事 消息传到刘备耳中 刘备大怒于是命令张飞前往调查 并且交代 若有不公不法者 就便纠问孔于是有不明处 可以孙权同去 读书到这里 心中便产生了一个疑问 刘备手上当时适合派去调查的人很多 比如说孙权 简优和关羽 这些人都是大将 而且比较有头脑 遇到事情会冷静思考 也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 可是刘备为什么要派一个御史冲动 动辄要喊要杀的张飞 去充当钦差大臣 这其中有何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我想 这其中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刘备生气了 因为刘备知道 如果派孙权等人前去 结果必然是一团和气 孙权 简庸等文臣早就有所耳闻庞统的名声 对庞统是久仰大名 即使庞统对公事真的有所疏忽 也还是会帮忙遮掩 关羽本身就是刘备最信任的人 可是在荆州尚未平定 前线战士频频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有一位能独挡一面的将领守卫 并且能见缝插针 在长江边上争取一块地盘 夺取京南四郡之后 刘备最苦恼的事情 莫过于关羽接管的刘起荆州水军 因为下口江下的尸首 只能退居陆地 晚上没有发挥机会的余地 不能在长江边上设立船只 也就无法进入长江 与曹操 周宇争夺地盘 于是 关羽绝不能放 而此时 诸葛亮在东吴 赵云随身保护着诸葛亮 刘备手上除了张飞这一得力助手之外 几乎就是无人可派 于是 刘备派张飞出马 虽然张飞有些粗暴 但粗鲁有粗暴的好处 谁让彭统号称凤厨呢 连小小一个线也打理不好 这样无用的狂人 就该让张飞这样的猛人去敲打敲打 第二个原因 有孙前辅佐 刘备在下达让张飞前往调查的命令之后 随即有些后悔 还万一张飞莽撞 毕竟彭统是与诸葛亮天下齐名的名士 徐树先生当日有言卧龙 凤厨 得意可安天下 一旦错过了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刘备派孙前前去辅佐 并且告诉张飞 律师应多请教孙前 听听孙前的建议 第三个原因 因为刘备了解张飞的性格 张飞这个人比较粗鲁 但是一般是对手下的小兵 或者是那些须有其表的狂事 对待那些士大夫 还是恭恭敬敬 客客气气的 只要旁统有才 张飞应该不会危难旁统 当年 张飞一开始也比较反感 刘备过分迁就诸葛亮 可是当博望颇孔明出自用兵之后 张飞就拜扶不已 于是当张飞前往磊阳县的时候 果然听从了孙前的建议 没有急于捉拿庞统 而是看看庞统如何解释 庞统说 自己虽然喝酒 但是并没有耽误公事 并且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 仅用半天的时间 就把一百多天积压的公务 全部处理干净了 然后庞统得意地说 所非之事何在 曹操、孙权、吴氏之弱 掌上官文 两次小线 何足介意 一副是天下英雄如无物的自负之状 张飞看了大惊 马上离开审判戏 向庞统道歉 并且闻周周地说 先生大才 小子失敬 武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 当庞统拿出鲁肃的推荐信 说自己不想凭借别人的推荐得到高位 就更让张飞动容了 于是张飞回头对孙前说 要不是先生你提醒 我们差一点就失去了一位大贤了 张飞回到荆州之后 在刘备面前大力称赞庞统如何了的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字 说刘备为什么要打压庞统 有一个观点 就是刘备并非是因为庞统长得丑 而把庞统远远发放到了阳县 而是因为庞统曾经先拜见曹操 后拜见孙权 在两桌皆不得知之后 然后再选择到刘备处寻找机会 刘备心中有不满 于是要故意打压庞统 其实 庞统的才华 刘备怎么不知道 何况当时的刘备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期 夺得荆州四郡之后 继续大量人才处理各种繁杂的事物 又怎么会轻易错过凤厨庞统呢 于是对庞统的处理 就是刘备有意为之了 而派张飞前往调查 也是刘备有意为之 看刘备是派遣粗鲁刚猛的张飞 加上千功有礼的孙前 一武一文两位心腹前往调查 就可以知道 用张飞是希望给庞统一些压力 你出来乍到 不好好表现的话 就算你是庞统 那也不能站着毛坑不拉屎 而用孙前 则是希望张飞不要敲打得过分严重 庞统总归是要重用的 于是 庞统出来刘备身边 就被刘备狠狠地打了一下 又轻柔地抚摸了一回 从此之后 庞统再无二心 对刘备忠心耿耿 派张飞出行 还有一个好处 要知道当年 因为刘备在没有得到张飞 关羽的认可之后 对诸葛两亲之信之 让兄弟情深的张飞 关羽非常不满 此时庞统来头 如果自己一下子就重用张飞 必然在激发张飞 关羽的不满 但是 如果是张飞自己发现了庞统的可贵 然后向自己推荐呢 那么 自然自己手下最重要的武将势力 也就不会和新进的文臣势力 代表庞统 再起争执了 对了 对了 感谢观看